Fall in love 是 九州 咱们也是 最近见得蛮频繁咯 是 我之前一直有一句安利九州的话 叫可可爱爱 是吗 还有脑袋 因为大家对你的理想 就是在很多解谜类的综艺里面 是 因为有脑袋 印象会很深刻 平常是非常爱玩这种游戏是吗 其实平常线下玩的真的比较少 然后 是因为都被你骗到害怕吗 因为我确实听过很多朋友说 哇 跟他玩太吓人了 你没有跟他玩过吗 我们还真的没有一起去玩过密室 或者剧本沙之类的 你是怕三个人一起去打一辆车 回家的时候各打一辆是吗 对 我怕他们两个不跟我做朋友了 那所以平常线下的就是一些娱乐方式 或者互动方式会有什么 线下其实我们唱唱歌 就跟大家日常生活中 私下出去玩是一样的 唱唱歌然后 我们私下一起聊天 因为我们现在住在一起 那一般在哪唱歌呢 一般 大家记住了 偶遇的地点出现了 一般是在哪里唱歌呢 一般 一般是在浴室里 这样啊 那确实不太方便去了 各位朋友们 好吧 行 然后我觉得既然聪明 我有个小小的问题要考 好 没问题 一个小的邂逅语 好 柯南脱发 柯南脱发 对 那就应该像我一样吧 你还好 聪明绝顶 是吧 非常厉害 柯南脱发 聪明绝顶 送给大家 好 好 那我们来跟 关佑简单的互动一下 一个可爱的外表下 隐藏着非常强大的 舞台实力 被大家称之为 实力隐藏者 然后我知道您最近在做很多这种工艺的项目 对 那最近做的哪个项目会让你觉得印象深刻 愿意在我们今天的这个 Super Ella上面跟大家分享呢 好 其实我做这么多工艺之后最打动我的一次是我遇到了一位纯恶劣小女孩 什么小女孩 纯恶劣小女孩 然后这一位小女孩呢她特别打动我的是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她会比较害羞 然后有点不自信 但是就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会不敢抬起头看我这样 然后我就会当时候会觉得比较心疼 然后也觉得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更需要每个人去付出那一份关心啊温暖或者是爱 所以当时候我就跟她说我想要打开她的心房 我就跟她说妹妹你好可爱哦 然后我说你未来想要做什么呢 结果她跟我说一句话 她说我未来想要当一位最棒的老师 然后当时候听到我就觉得我对她的鼓励也好温暖也好 就更值得然后也更更特别了一点 我理解这种感受就是当你去做工艺真实的感觉到被帮助的人 有因为你所说的话和做的事情而改变 这就是我一直想要传达的东西 就是能够因为我让身边的人更开心更温暖 这样我觉得就很开心 自己也会很开心也会很满足 是的我觉得这也就是偶像的力量 其实偶像在很多观众的眼里 其实你们是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 但其实如果你们能够把自己的光芒散播到每一个 欣赏你们舞台的观众心中当去让他们自己也发光 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优秀的偶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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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上 i